台北是天母的棒球场在晚间传出了火警 也让本来晚上要举行的古巴南韩大战 遗失到了台中洲际棒球场 球场看台区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天母棒球场15号晚间传出失火 而且时间点刚好就在美韩大战后的赛后记者会 建场紧急疏散所有人员 四楼变电箱被烧得一片漆黑 疑似是电力负载过高引起火光 但好比赛刚好结束有惊无险 只是当时用中文广播让场外正在受访的美国总教练 以及场内的美韩球员听得武萨萨造成混乱 更烧坏了夜间照明系统 让原本16号的古巴南韩大战移转台中举行 就让南韩对台湾主办单位的不满一次爆发 就南韩媒体报道 因为赛程移转导致球员隔天睡不到几个小时 就要赶到台中批评主办单位决策慢 更批评天母球场没有室内乐生区 内野红土颗粗糙 品质不佳根本不是职业比赛的场地 面对批评棒写表示将会检讨改进 但一把火不止烧坏的国际比赛的赛事行程 也烧出了台湾棒球的品质问题 这个王冠李箱以台北报道